如果要把这个程式改成紫外线指数的话 那其实甚至其实这个录制聚齐部分 其实也差不多把一些不需要的砍掉 而且我算了一下时间 因为我想说测试一下说到底两者 到底哪一个跑的比较快 所以后来得到的答案 你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算一个基本的时间 那你可以发现 其实我刚测了几次 发现好像 它怎么弄直 OK 这边有一个时间 后来我发现好像新的版本 跑的速度好像稍微快一点点 至于快多少 其实好像也没快多少 快个一秒钟而已 不过基本上就是会比较快一点 但问题为什么比较快 我反而觉得它应该会比较慢才对 反而它变比较快 因为它等于是建了一个虚拟的table 再从那个table把资料抓回来 怎么会比较快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新的版 旧的版本也许你们就用那个 HTML file去把它稍微改写一下 然后里面的话 基本上大家也没改什么地方 不外乎就是把这个网址稍微变动一下 因为这个网址变动 然后 阑位的名称可能需要更改一下 我看一下我这个範例 这个地方可能要改一下 阑位名称 我这边漏改了 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改成就是它的那个指外线指数 所以这个后面可能要除了那个 应该要改到后面的话 可能就是要F1跟G1 OK 那我这边有个写法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种写法的话 它其实等同于 就是说我们前面写的 我前面如果写成Range Range刮弧 然后里面双引号 A1 也就是说如果你以后 写成这样跟写成刚刚那样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OK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写这样子 跟写刚刚那样子 其实结果会一样 那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会把它写成中刮弧 主要原因是因为 当然因为Range相对的程式比较冗长 那我不希望说因为栏位名称 让程式变得非常冗长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用中刮弧 那其实另外如果在VBA里面 如果你假设 除了第一种中刮弧 第二种Range之外 其实你假如在这边写成这样子 就是R1C1的话 其实它也 R1C1的话 它也可以解析成 就是说你 不过这个地方不行 那如果说你物件里面 假如说你 它会提供给你一个储存格 它也可以写成这样的 就是用R1C1也可以写 除此之外当然你也可以写成像Sales 只是说哪一种方法 对于你比较好了解 我想你就写你习惯的方法 那我这边主要是因为 我希望让这个程式变短 所以我把它写成A1 这个地方 跟各位讲一下 其他的部分 大概就改了一些物件名称 那因为它这个 子物件 这个Key 一样是Recourse 所以就不需要变动 那一样就可以把资料 全部都掉下来了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我想你们也可以再试试看 其他的那个列席题 我在云端上面呢 其实除了指外线之外 底下其实还有这个 比如说像什么 像那个Wi-Fi的热点 Wi-Fi热点这边 这个资料其实也蛮好用的 比如说你出门在外 你想要抓一些Wi-Fi 而且你手机又没吃到饱的话 那其实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那这一个档案的话 基本上它的结构长得又有点不太一样 当然你要解析的话 一样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那稍微看一下 里面的话呢 当然它一定也是 主要用中刮符 代表是一个阵列 那里面的Key跟Value 一定是放在大刮符 那像这个资料里面 跟前面比较的话 它就比较没那么贴心 因为它没有折行 所以如果你要看这个资料的话 哇应该会看的蛮头晕的 那当然它应该有固定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假设光看到这个资料很头晕的话 也有个方法 Ctrl-A C C 然后呢 我的习惯是直接怎么样 把它放到JsonEdit里面 然后把它Ctrl-A Ctrl-V贴上 也就是说先把它丢到JsonEdit里面 然后呢 再切到它的Tree 把它变成一个物件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 里面这个物件 总共有多少笔资料 马上就显示出来 它好像有10,000两个Item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展开 看看它有没有纸物件 OK 那你会发现 它其实没有纸物件 它这个结构呢 比较单纯 也就是说呢 它外面是中刮弧 那里面的资料一个一个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一个的大刮弧 然后Key跟Value 所以比刚刚的那个资料比起来的话 那这个会显然比较简单 甚至这个资料的话呢 如果你用刚刚的那个第二个方法 你就不用切了 因为它其实外面就是中刮弧 里面就大刮弧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是可以直接用刚刚的第二个方法 直接就把它丢进去 你就不用再去找什么前刮弧的位置 找那个前中刮弧位置 找后中刮弧位置 不用 直接这个整个丢到那个就是 Json的Converter 它其实就可以run了 里面总共有几个栏位 总共有2、4、6个栏位 其中的话呢 有6个栏位 其中有两个栏位 一样是经纬度 所以如果有经纬度的话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在那个Essale里面有那个3D地图 那你甚至可以把这个东西丢到那个3D地图里面 那它就会跑出那个最后的那个点的位置 那你就会知道说到底台湾哪些地方的那个Wi-Fi热点是最多的 那大家看我这个是之前丢到那个3D地图里面 它帮我打点的 那你可以看到 当然密集度越高 那表示应该是人口越密集 所以不意外应该就是这些地方 像台北市 这个应该是台中吧 ok 然后这个应该是台南高雄 那反而在中央山脉这边应该是最少的 ok 其他澎湖、外岛其实也非常的密集 ok 那这个我想请各位一样再去练习看看吧 总共有这些资料 那一样底下这个地方它有CSV 一样有XM 那它这些资料 那它提供的就是经纬度 连地址也有 那3D地图里面当然它除了支援 那个地址之外 它也支援经纬度 不过如果你给它地址的话 我发现它跑得很慢 它好像是 先把地址转换成经纬度 好像是这样吧 所以它跑得变一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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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查询 ok 所以相对的话 最后跑出3D地图也会比较慢一些些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不妨先把资料抓下来之后 再利用那个所谓的 这边有一个插入 3D地图 那3D地图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给它这个资料 我把这个稍微改 因为上面没有栏位名称 再加一个名称 比如说你假如要用3D地图的话 直接这边点一下3D地图 然后呢 它当然最重要是它需要 这个所谓的经纬度 ok 所以你就是像这个 这边E栏跟F栏是经纬度 所以你可以把经纬度给它 那它就会自动帮你把那个 这个位置给建立起来 比如说它这边 第一个它帮你找位置 如果位置错误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新增栏位 给它什么 我的这个位置 或者这个你们自己再试 这个我记得这个是什么 这个栏位 这个应该是经度吧 这个纬度 所以如果你假设给它正确的 经度纬度的话 比如说这个应该是 那你可以选 比如说这是经度 它就自动帮你把这个经度找到 然后再加一个纬度找到 它自动会帮你把那个地标给打出来 ok 这个部分可以再试试看 那除了这个 这个这个范例之外 另外底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做出来 那其他这个我就不demo了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各乡镇式的人口密度 你可以把 假设你希望知道说 全台湾哪些地方的这个密度最高 那这边其实它也提供这相关资料 那其中呢 如果是Jason的话 他这边是把它显示为API 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很多 如果你要把它当API 很多其实是用Jason格式来做的 那其中的话如果你想知道 最新的应该是110年 那你可以拿这个资料 来做练习看看 一样点开来 那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地方 它的结构 那那个结构当然 Jason其实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类似像这样 它的结构一定都不太一样 像这个地方到底资料在哪里 如果你这样看 当然如果我们看习惯的话 应该还好 因为这个地方会有个key key的话一定是在冒号前面 这个应该不是 然后什么resource 这个好像跟前面的那个蛮接近的 那所以他一样 应该也是放在这个recourse里面 我们再拆 可是有的时候 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这样看其实很累 所以像我通常不太会直接这样看 我蛮偷懒的 Ctrl-A,C 那一样的话呢 到Jasonedit里面的test 那把资料呢 直接先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转换为什么 转换为tree就可以了 ok 所以其实这个Jasonedit 真的蛮好用 而且是免费的 ok 贴上之后 然后把它切到tree 那你可以看到 原来 哇 跟我们想象的又不一样 原来这个资料更复杂 它在这个物件里面 它还加一层这个reload ok 然后reload底下的话 还有一层reload 所以基本上哦 如果你要抓到这个里面有375个资料的话 那变成你要一层 一层 一层 ok 所以如果用刚刚那个方法 可能行不通 所以这个部分恐怕你们可以试试看 假如要解析这个什么 解析这个 人口密度的资料把它提取出来的话 不妨可以试试看 方法可能又不太一样 所以 当然你的格式越复杂的话 Jazzin Edit 我觉得越有帮助 甚至我还看过有些 还很多层的 哇 那真的就不是一般用你的肉眼可以判断得了的 即便可以也是很累 ok 所以倒不如你可以把它Ctrl A C 然后Jazzin Edit 把它切到Test 贴上之后再转到Tree ok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然后 并且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把它解析 但如果你很多种方法 你可以用 这个Excel里面的工具也好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那个 刚刚的VBA程式试试看